只要你記住以下三步 你就可以真正去學會怎樣畫荷爾邊 嗨!Lokiです 今天你看到我穿了這件衣服就知道 我今天是要教你們的衣服 是不是很刺身呢? 這件衣服就令到我聯想起 咦!對!可以教荷爾邊 其實荷爾邊很複雜 但原來是一點都不複雜的 只要你記住以下三步 你就可以真正去學會怎樣畫荷爾邊 大家加油!我們現在馬上去馬 其實畫荷爾邊的步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簡單 只要三步就可以完成 現在我就教你們為什麼可以三步就完成了 第一步就是像我現在這樣 不斷在畫一些曲線出來 這些曲線你不需要跟著一個特定的規律 或者公式的 你只要像這樣畫一些 不規則的曲線出來 作為荷爾邊的基礎 那就已經可以了 第二步就是延伸曲線了 在延伸曲線的過程中 你要把彎曲的線 就連到最上方的 紅色的這一點裡面 想像所有的布料 在紅色這點裡延伸開來 把它連結到曲線的頂端 就像我現在這樣 去到第三步就是最後一步了 這個步驟我們就是把最上方的皺摺要畫出來的 最上方的皺摺有幾個公式 你現在可以看到我在上面就畫了幾款不知名的曲線 但其實這些曲線就是上方皺摺的常用的畫法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些皺摺放在我們紅色點的旁邊 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荷爾邊 的 MING PAO 剛剛我們說了怎樣去用三部畫出荷葉邊 現在其實荷葉邊有很多種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最常見的樣子 試的時候我們畫荷葉邊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現在在這裡介紹給你們看第二條公式 其實是跟剛剛的三部差不多 我們首先畫了一些曲線 但是你會看到在曲線的下方 我們會有一些變奏版 大概就像一個彎越形 然後在它的下方 就繼續加一些就接上去 繼續延伸這些曲線 但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要注意的是 下面它的結構會看起來比較複雜 但是只要你跟著我以上的這幾個方法做 記住彎越形的結構 其實就將整件事變得很簡單 很簡單 在這幾個方法 我記得按照片 然後在這幾個方法 我記得按照片 你記得按照片 我記得按照片 你看看 我記得按照片 我記得按照片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真的要實際去操練一次才會懂的 現在你會看到我畫了一個好像三袖的布料 第一步呢 如果要畫荷爾邊 就是要加一個草稿 在這裡我用了一個淺藍色 去代替草稿的含意 第二步就是加入剛剛所說的一些隨便的曲線 這些曲線大家都清楚怎麼畫 第三步呢 當然就是要延伸曲線 你看到我現在在每一個曲線的頂端 都在加上一些直線 連到那個三袖的邊邊的位置 那下面呢 就有很多繼續延伸曲線了 第四步呢 就是要加上方的皺褶 但這裡呢 我們畫上方的皺褶的時候 千萬不要只畫一個小小的曲線在上面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樣真的很不賤 所以呢 我就會拆了一些三袖的邊緣 你會看到 之後我才慢慢畫一些上方的皺褶 一些小的皺褶 這樣就會令到整件事更加自然 更加好看 然後我覺得它們兩塊布是黏在一起的 大約這樣 我們就 大功告成功 之後我就會示範給你看 一個完整的上織過程 然後去畫 現在thumbnail的那幅圖 希望大家都學到東西啦 又畫到成功的作品呢 記得在IG和Facebook上 tag我 然後我就會把你們的作品 repost 放出去 令到更多人 就贏了 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share 去你的文化小課部門 我會繼續出一些教學的影片 去解釋大家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見啦